小罗 如果你现在才有一个工作机会 又有机会再找一个人进来 你会再找小王吗 会 好 小王 他如果还找你 要你去 你还去吗 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所以你还会要他 他不一定要你 对吧 对 那回到刚才这个话题来 其实你们的这种心理 不管是在过去这份工作上 也许在未来一份工作上 这种心理是很难克服的 就是我找一个我的朋友 我很熟的人 对吧 也觉得未来可以配合得很好 其实一般这种情况下 不管是你们的企业的管理者 还是你们俩自己 都要选择一个方式 不要做直属的上下级 就是你招进来的人 不要直接就变成上下级 因为这个关系 切就是很微妙 很难处理 平级反而没事 小罗说他还愿意招他 我想知道他看上他身上哪一点 为什么还愿意跟他合作 我想作为你作为一个管理者 识别员工的时候 你看中了他哪几点 你想用他 能不能说一下 因为我在生活中 我们俩交集很多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实在 好 他实在人品好 还有呢 然后他其实平常 也挺能为我着想 就是我们俩互相都能照顾 我觉得在工作上面 有可能如果我招他 他不适合这个工作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慢慢学习 但是他的人本质是好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其他的都可以慢慢学 所以说我还是愿意招他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如果小王犯了错误 你会开除他吗 不会 就是有了错误就解决吧 所以某种种种你会害了他 我反过来问 如果他你做了他的上级 他犯了错误你会开除他吗 可恶 太害了错误了 他身上我看到的不是同班同学 是一个爹跟一个儿子 起码是一哥一弟 我还是回到我刚才那四点 明惜职责 正确理解 主动汇报 坚持复盘 你知道刚才 亚运问你那问题 你回答完以后 我就觉得什么吗 你都没有坚持复盘 你光因为他人品好 你招他 可是你要知道 到了职场上 你们要明惜职责 你到了职场上 就不能再拿宿舍里那一套 去看待他了 你要再选他 你应该告诉亚运老师 和告诉我们的专家的事 我选他是因为 他在工作当中 有哪些哪些品质 我愿意和他共事 而不是说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明白吗 这一点 你没有明惜 未来在职场当中 你们即将要去的那家公司 你们是同事了 同学是曾经 如果在现在的新起点上 还可以拾起同学就停 那固然是好事 但是如果你们就是同事 甚至是优量 可能是两个 有竞争关系的部门的时候 记住 你们在什么地方 就说什么地方的方言 就单凭你现在 选人的这个标准 识人善任这块 你是个大坑 你早晚还会再吃亏 如果说我们刚才讲 都是给小罗的建议 那我现在我就要跟小王说 其实对于一个人 你在职场里边 你的所有的语言表述 都是站在一个 小我的角度去出发的 就是说白了 你所有的事情就是 这件事都是对方针对我 这就不职业化 如果你今天希望 你的能力超越他 甚至未来成为他的领 你是有这样潜力的 因为你对于很多冒险 想上进 想多学习 这个意愿都有 可是你缺少的是 那个职场沟通的方式 首先第一点 你要学会 感恩你的师傅带你 还有同时你做的事情 你要主动反馈 我这次是这样做的 你看行不行 你要提升你的职业化 汇报逻辑 这样你才能 让你的师傅放心 别人不放心 都是有缘由的 所以这是你的问题 谢谢